倒霉的索尔被老白和小粉用黑布蒙住头,丢进了房车 一路颠簸间,索尔的大脑疯狂运转,不停地开口说话,试图拿钱买命 可对方始终不乏一言,无奈之下索尔只能请求对方不要去沙漠 他这辈子每次去沙漠都吃了大亏 就在这时,车停了下来,绑架者直接把他压下了车 索尔才发现自己又被人送到了沙漠之中 还贴心地帮他挖了一个长短合适的大坑 索尔吓得差点就闹了,语无伦次地说一切都是纳桥干的 很显然,他把对方当成了萨拉曼卡家族的杀手 画面一转,故事再次来到2011年的黑白回忆当中 由于索尔紧急跑路,弗朗西斯卡这个助手 只好暂时干起了房东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他拿着马桶砖子上门,疏通下水道 一通猛砖后他才发现,是这两个正在看 成龙利贤记的房客乱到大麻残渣,堵塞了下水道 顿时怒冲冲的撩挑子走人 临走前他还对着租客嘲讽一番 说他们更擅长上下左右的运动 这疏通下水道的活还是自己干得好 回去的路上,他一边开车 一边警惕地扫视着后视镜 很快他就发现一辆汽车一直跟着自己 于是他故意在下一个路口右转 见到可疑汽车拐向另一个路口后 加速驶雷绕了一圈后 他将车开进了沙漠 在一家废弃的加油站旁边停了下来 三点正是他和索尔约好的街头时间 果然几秒钟后 公用电话亭响起铃声 他赶紧接起电话 索尔非常高兴地跟女助手打起招呼 谁知对方直接表示 先发工资再聊问题 如此情况下 索尔哪敢拒绝 马上开始付钱 弗兰西斯卡按照他指示 找到了索尔电话里描述的大石头 掀起来后果然发现了一个绑着余线的拉环 很快就从钢管里找到了三达钞票 这就是索尔承诺给他的报酬 拿到了工资的弗兰西斯卡 也很讲诚信 开始跟索尔讲述最近的近况 他说警察并没有放弃搜捕索尔 至今仍有警车偷偷跟踪他 家里的电话和邮件也一直被监听 索尔有些急了 询问两月前老白领和饭后 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 两个月前 老白一个人跑去纳粹帮 单挑十几个混棍 虽然全部干掉了仇人 自己也中枪身亡 索尔本以为这件事 会让警方放松对自己的通缉 可弗兰西斯卡就告诉他 老白死后妻子斯凯勒 向联邦调查局坦白了一切 用汉克和歌迷的葬身之地 换取了认罪协议 现在警方通缉的人 便只剩小粉和索尔了 而小粉知道 自己的汽车被安排了定位 因此安排猴子开着自己的车 赶去了墨西哥边境 现在大家都觉得 他已经逃亡墨西哥 因此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索尔身上 索尔紧接着又问起了 自己的美甲沙龙 自动售货鸡等生意 得到答案却是 这些产业相继被警方查封 就连藏匿最好的激光游乐场 都没能幸免 索尔的心有点肉疼 赶紧问起 他藏在海外的资产 可弗兰西斯卡就告诉他 那个空壳公司 已经被自己交了上去 现在索尔除了带走的 钻石和一箱子现金 已经一无所有了 弗兰西斯卡自觉说的够多了 当即就要挂断电话 可逃亡日久的索尔 特别渴望听到家乡的消息 连连央求下 又跟他聊了几句周围朋友的家常 比如检察官比尔 现在成为了一名辩护律师 以及金曾经打来电话 询问索尔的情况 听到这里 索尔感觉有些怅然若失 正准备再问几句金的情况 而对方却光速挂断了电话 索尔无奈只能不甘地开车离开 他开车来到另一个电话亭 按照金留下的紧急联系方式 把电话打了过去 可惜繁忙的公路上噪音太大 我们听不清索尔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就动作来看 索尔聊得很不愉快 他拿着话筒 狠狠地查了数次电话主机 又一脚踹溃了电话亭的玻璃 等到他回到新那帮换上工作服 他便再次变成了老实芭蕉的吉恩 一脸淡定地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看着柔面机在自己面前上下转动 索尔陷入了沉思当中 最终他终于决定 结束目前的逃亡生活 重新回到棋盘上来 只见他第一时间来到了杰夫家 下班回家的杰夫 看到了索尔立马紧张起来 磕磕绊绊地解释说 自己最近一直很低调 没有挥霍偷来的钱财吸引警方注意 可索尔却领着他来到了外面 直白地告诉他 自己不是来做回访的 而是要杰夫帮自己做事 他准备重出江湖了 收完就递上一杯酒 杰夫干了这杯酒 就算是正式入伙 为了钓上大鱼 索尔来到了奥马哈的酒吧 化身赌徒维克多 跟胖子阿里尔赌了半个晚上 不出意外无论赌什么 因此在完成了唱歌处罚后 索尔就准备告辞 可阿里尔还在信头上呢 直接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宣布再赌最后一把 只要索尔把手放在前的上方 而他的手则叠放在索尔手的上方 两人谁先拿到钱 谁就算赢了 索尔当即答应下来 结果不出意外的输了个金光 阿里尔为了安抚这个倒霉蛋 赶紧给他叫了一杯新的福特夹 索尔坐视按住了杯子 实则上偷偷捏了一下 袖子里的热水袋 成功用吸管吸走了杯中的烈酒 这才拿起杯子一饮而尽 一旁的阿里尔则渐入家境 一边喝酒一边嘲讽索尔蠢笨 殊不知真正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 酒足饭饱过后 两人摇摇晃晃离开了酒吧 杰夫的出租车则恰巧停在了门口 阿里尔不宜有他 开心的上车离去 至于索尔则一直等到周围没人了 才翻出衣服里的热水袋 将鼓鼓囊囊的一袋子酒 倒了个干净 至于实实在在喝了一碗酒的阿里尔 则感觉天旋地转口渴难耐 司机杰夫非常有礼貌的递过来一瓶水 说至出租车公司的增值服务 阿里尔拿起瓶子蹲蹲蹲喝了个金光 殊不知杰夫早就被水中加了蒙汗药 紧接着 他又假装跟同事聊天 主动说出了即将前往的地址 同伙拿到确切地址后 立马驱车赶过来 不久后 杰夫将迷迷糊糊的阿里尔送进了家门 反手就用胶布堵住了锁眼 在他转身离开后不久 同伙牵着狗子来到门口 他把狗子拴在家门口放哨 自己则轻松推门进入别墅 从阿里尔的西装口袋里拿到了钱包 将他的信用卡身份证全部取出来拍照 紧接着 又来到阿里尔的办公室 找到了投资文件 以及带签名的税表 统统拍了下来 接下来又取出支票本 从伟业撕了一张下来 最后他扫尸一圈 竟在桌布下面找到了阿里尔 记录在纸上的银行卡密码 得到了关键信息 同伙潇洒地会合了旺财 撕掉了锁眼上的胶带 潇洒离开 整个偷盗过程迅速而专业 画面一转 再次回到了毒师故事线 老白和小粉拿活埋威慑了索尔一番后 正式把他请进了房车 见索尔对车里的化学仪器感兴趣 头戴黑红条纹帽子的小粉 十分自豪地给索尔 介绍起了自己的座驾水晶船 可老白却对索尔不放心 小粉没说几句就被他喝止 结果索尔还不乐意了 他说自己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好律师 既然已经收了老白的律师费 就会帮他们保密 收完就主动坐上了副驾驶 老白则提出回去的时候他来开车 就这样小粉同学便只能席地而坐了 回去的路上由于老白太过着急 汽车刚刚打着火 拱了一下就憋死在原地 小粉趁机跟老白表示了抗议 说自己来开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老白则咬牙切齿地给他们解释 说这是房车的老毛病 刚才没熄火导致燃油泵过热 只要让他冷却一下就可以发动起来 随着车钥匙被拔下来 汽车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老白也抑制不住地咳嗽起来 小粉则问了索尔一个问题 拉罗到底是谁 索尔自然不肯说出 他和塞拉曼卡家族的恩怨 赶紧雇祖而言他 让老白再发动一下试试 车子终于发动起来 向着索尔的卧室驶去 画面再次进入回忆模式 正躺在床上午休的索尔被敲门身惊醒 掀开窗帘 警惕地观察一圈后 他打开了大门 拿到了刚刚从网上订购的摇摆机 这东西他在律所里也有一台 重新躺在摇摆机上 索尔古德曼的属性 也渐渐回到了他的身体 三人的酒吧骗局仍在继续 每天索尔都会假扮成笨蛋 跟聪明人喝酒喝到半夜 然后聪明人们就会坐上杰夫的出租车 喝下掺了索尔拍蒙汉药的矿泉水 最后杰夫留门 另一个同伙则上门拍摄客户的财务信息 但他们不会直接转走客户的钱 而是将这些资料售买给第三方 以此隔离风险 很快一份份的信息 就变成了一箱箱的现金 有了钱的索尔 再次过上了纸醉精米的富裕生活 去脱衣五酒吧搞团建 每天晚上换不同的妹子赔睡 但还是用很多钱结余下来 被他藏进了秘密藏宝地 为了防止他们的通话信息被泄露出去 索尔给两个同伙搞了两部新电话 这下每天的钓鱼行动就更惬意了 今天晚上索尔盯上了一个眼镜男 聊了几句 索尔就知道这人是金融行业的大肥羊 于是开始熟练的劝酒 眼镜男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紧接着眼镜男就拿出怀里的药喝 一口吞下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物 索尔健壮赶紧找话 说自己曾经为了保住头发 也大把大把地吃药 可惜头发还是滑滑地往下掉 介绍完了自己 索尔顺势问起眼镜男在吃什么药 对方则回答是癌症药 索尔呆愣了片刻连声抱歉 可眼镜男却没有怪罪他的意思 反而拿起酒杯要跟索尔一醉放休 是否要放过这个癌症病人呢 索尔思考了很久 但出门后还是把对方送上了杰夫的出租车 在他眼里这只是一场生意 跟客户患不患癌没什么关系 至此索尔身上最后一次几米的影子 也消失殆尽 画面再次回到独师县 索尔躺在办公室的地上 想住着摇摆机的服务 帮忙调查情报的迈克就推门走了进来 汇报老白和小粉的情报 迈克告诉索尔 老白其实只是个普通的化学老师 而他搭档小粉 其实是他的学生兼第一波客户 另外老白的确已经确诊肺癌 索尔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在开车时一直咳嗽 接下来索尔又问了一些病症细节 迈克双手插兜 平静地表示 老白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 就算是积极治疗 活下来的概率也不大 他不建议索尔跟他打交道 只因为老白半路出家 贩毒这事弄得一点都不专业 早晚要被警察抓住 可索尔还是不甘心 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老白的新产品 这东西一旦上市 未来发展前例巨大 迈克却没听他说完 再次强调索尔应该选择放手 可老白和他的蓝色冰药 还是在他的脑中迟迟不肯离去 画面再次进入到黑白模式 索尔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正悠闲地享受休假时光 忽然杰夫打来了电话 说最近的行动出了问题 与此同时 老太太马丽恩 正抱着儿子给自己买的笔记本 刷着短视频 就在这时他家的院子里传来几声狗叫 马丽恩摘下耳机走到窗前查看 恰好看到索尔三人正在车库门口聊天 在老太太面前装成爱狗人士的索尔 完全没有了白日里对狗狗的温柔 大声呼喊让狗子闭嘴 最后干脆进入了车库 将门从内部反锁 很显然此时的马丽恩和视频里的猫处境差不多 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他 接触了不该接触的东西 显得那么的无助 车库里索尔对着两个同伙大发雷霆 给他们讲述着自己选择目标的困难和不易 现在他们说放弃就放弃 有没有把他这个老大放在眼里 同伙赶紧解释 说自己偷钱包的时候 发现眼睛男口袋里的药 跟自己患癌父亲的药一模一样 他清楚地知道癌症病人承受的痛苦 因此选择了放手 结果索尔当场暴怒 直接吵了他鱿鱼 紧接着便要求杰夫开车 载他去眼睛男家 让他亲自完成任务 路上杰夫一边开车 一边透过后视镜观察着索尔 见他表情稍微缓和一些 赶紧开口说 现在药效已经过了 眼睛男很可能已经醒了 与其冒着被抓的风险 再次返回现场 不如放他一马再选一个目标 可索尔却偏执地要求杰夫继续开车 到了眼睛男的家门口 他迅速下车 叮嘱杰夫20分钟后 再来接自己 便开门下了出租车 时间再回到独师故事线 索尔来到老白所在的高中 路过了老白的汽车 推门走进了老白的教学楼 他不在乎对方到底有没有挨疹 只要是个大宝藏 他索尔必然要上去抡上几锤 画面再次变回黑白 来到眼睛男家门口的索尔 打不开大门 只能用手肘敲碎玻璃 从里面打开了门锁 整个人仿佛魔震了一般 第十一集名为是Breaking Bad 呼应了绝命读师第二季 第八集的标题 Better Call Soul 通过黑白和彩色两条故事线 运用索尔的视角 演绎了一遍老白和小粉 与风骚律师索尔的第一次相遇 如今的索尔走到这一步 早就不是为了钱财 而是和绝命读师的老白一样 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证明自己还活着 还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好了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 第六集第十一集的全部内容 随着剧情接近尾声 各种故事线开始交汇 视频制作难度也开始逐渐上升 所以说喜欢的宝子们 一定要三连支持呀